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中共酷刑迫害是一图 冷水焦 明慧网成都两名法轮功学员炎红梅和胡霞 于2017年12月 在成都女子监狱先后被迫害致死 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统计 仅在2017年 至少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其中严鸿梅和胡霞 是至今最新报道的致死案例 据不完全统计 2007年至2017年6月 成都女子监狱前后 共关 压了109名法轮功学员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穗宁市大英县的胡衍舜 76岁 被判最长刑期的是 乐山市的罗芳 和西昌市的高德玉 12年 法轮功学员祝义方 陈世康 黎梦书 李玉华 何朝芬 在女间被迫害致 延延一息 回家后不久 含冤离世 严鸿梅被迫害病重 宇方 致死不放任 严鸿梅于 2017年12月28日 上午10点45分 在成都女间被迫害致死 家人接到通知 让到金唐病医馆去 玉方直接火化了她的遗体 让其家属带走骨灰 12月25日 严鸿梅的家人 到金唐监狱 201医院 见到她时 她已全身浮肿 监狱不给办保外就医 拒绝放人 Eco里有Eco 是她居住的成都市金牛区 沙河园街道泉水社区 以及七湖口所在地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 大湾社区拒绝接受她 称她是政治犯 比杀人还严重 监狱医院称 严鸿梅死了 也只能在监狱就地火化 不能把尸体拉走 严鸿梅曾是成都市天回地 二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 因在课堂上给学生奖 述法轮功真相 播放九瓶光碟 被学生家常诬告 2014年8月4日 天回镇派出所及专案组人 原导严鸿梅家将其绑架 并抢劫走她的一些 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等 报道说 金牛区国宝人员为了凑LDQUO 证据LDQUO 将严鸿梅的学生找来 一个一个来个询问 让七八岁的孩子 只认自己喜爱的老师有罪 孩子 门医各个 被国宝问话 作笔录 签字 画押 而并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干实磨 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词 如果有特殊情况 必须要为成年人作证 必须有他们的监护人在场 2015年3月7日 金牛区法院对严鸿梅非法庭审 法官王平女于3月11日宣布 对她判刑四年 严鸿梅不服于3月14日提交了赏诉状 她的二审辩护律师多次到成都中院要求约卷 却被告知没有这个案子 当律师再次询问时 中院说再查一下 就没有音讯了 律师事后才得知 中院已宣判该案结案 严鸿梅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但在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 严鸿梅停止了修炼法轮功 2011年左右 她重新走入修炼 她与丈夫感情很好 但丈夫破于压力于2012年左右与她离婚 离婚后 前夫仍到监狱去看她 严鸿梅被非法官押在成都龙泉女子监狱 在那儿她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 成都女子监狱的前身 叫川西女子监狱 后改名为成都滨江监狱 2007年 更名为成都女子监狱 2003年5月 从雅安市庐山 县洪雅苗西楼 该农场 搬迁 至成都市龙泉 一区洪安 镇龙 洪禄200号 该监狱是四川省关押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欧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毒打 电击 吊铐 被铐 不带捆绑 野蛮挂石 药物迫害 针刺 撞墙 关禁闭 冷冻 曝晒 罚战 罚坐君资 强制咽血 包夺探视权 及生活虐待等等折磨 依次 颜洪梅在车间练功 被人发现 警察知道后 就把他捆绑起来迫害 不准他洗澡 警察田里发现他洗澡 马上将洗澡盆踢得很远 监狱里的奴工劳动人物很重 早上七点半出工 晚上七点收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